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国庆日这一天 因为民进党把中华民国 从整个国庆日上消失 也让国民党集体缺席了 府前的国庆大会 马英九强调自己拒绝帮台独背书 红袖助使炮轰民进党 不敢宣布修宪宣布台独 至于要下架 这个民进党该如何整合呢 蓝白盒似乎也看见了曙光吗 韩国瑜密会了柯文哲 而国民党也释出了沟通的善意 国庆日一早 国民党中央党部 蓝营大头们一次排开 其唱国歌升旗 前头马英九开口大声唱 还唱到眼眶泛红情绪激动 今年首度缺席府前国庆大会 这是因为民进党 又把中华民国消失 变成台湾国庆日 这是不折不扣的台独路线 也把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 我今年拒绝出席 台湾国庆日的典礼 我拒绝为这样 危害台湾安全 伤害中华民国 偷渡的台湾台独路线背书 他有种 他有胆 他就正式修宪 他就正式的来宣布台湾独立 可是他不敢啊 那就是没种嘛 实辣嘛 民进党族政这几年 忘了中华民国是怎么立国的 换卖整个中华民国建国的精神 这就是不人人 我们不然让民进党用台独的路径 去消灭中华民国 但要下架民进党蓝白必须得合作 国民党指派两个曾经担任国民党秘书长的金浦聪 和民众党谈合作 而先前就传出国民党内 由于找韩国瑜当统窟促成蓝白河 而韩国瑜前天也PO出 和柯文哲的切面合照 这场韩科会难道就是蓝白河的关键 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 今天我也会跟韩市长见面 讨论一些复权的事物 痛心中华民国精神被破坏 国民党积极促成在野党整合 要下架民进党 不让台湾深陷在战火边缘 柯文哲先前抛出说要比民调 还算国民党没有人要接球 昨天侯友余表态 他说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 做好充分的沟通 唯有合作才能够终结贪污的民进党 让台湾能够和平稳定 那么信仰也传出说要派出的是 金浦中和黄建廷去喊民众党来磋商 不过柯文哲还没有回应之前 是陈志涵先跳了出来 他说要有第三方的公正民调 就是体现民意的整合方式 这个前提必须要先被确立 再来谈界面磋商是比较好的安排 难道是有给了一个软钉子吗 没有所谓的第三方民调 就没什么好谈的吗 不过很多人也很希望 能够见到的这个场面 竟然发生了 这个韩国瑜和柯文哲 传出有一个密会 而且韩国瑜PO出了照片 他说要用小我来凝聚大我 他说统估不是一个人 人人都是统估 要把改变的力量给团结起来 而柯文哲在底下就留了言 他说韩市长还是风趣见谈 充满了热情 这个回应看起来 会不会有一点是避重就轻吗 还是顾左右而言他呢 套一句韩国瑜讲的话 整合不是个人意愿的抉择 是国家社会的期待 所以还能够再像这样子拖下去吗 套句连声闻之前说的 蓝白连这个合作的具体内容 还有价格都还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 就有人放话非得要直接比民调 会不会很奇怪呢 那既然柯文哲他都认为蓝白是一定会和 为什么又去关上了这个对话的大门 要设前提跟条件呢 董哥怎么看 其实在前期的新闻里面 你看最久就是蓝白合 那现在在柯文哲从美国回来以后 他总算有个影子了啦 就是说至少他对侨胞讲蓝白一定合 对申兰讲蓝白一定合嘛 那既然有这样的善意之下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当然就是赶快跟大家会和 大家先坐下来谈 那由第二金第二金是谁 显然是金埔中跟秘书长黄建廷嘛 这是侯友宜把他摆出来 那柯文哲当然也应该找他的第二金先来嘛 而不是先设下一个说 你先答应我 由第三方来做民调这个条件 我们再来谈 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想推 推什么 就是说你要先答应我的条件 那我觉得因为两方面还没有正式的 废谈的话 由这一废废谈你可以把第三方民调的问题带进去 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谈判的基础也可以啊 而不是靠谎话 那我们这段时间看太多谎话了 然后看太多蓝莹很多热心的人 大家敲楼打鼓讲出一堆 其实不是党中央或者核团队的话 那这些其实都有伤害到两方面合作的一个奇迹啊 蓝白盒没有错 百分之六十几的民众都支持蓝白盒下架民进党 这是台湾现在最坚强的民意 而且是最主流的民意 那如果两方都有这样的压力 深切的知道民众给你们的期待 就是一个选举的力量的话 那跟应该静下心来谈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接一波各种喊话 或者大家的要求 很多其实是不必要的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 就是两方面马上拍出人来 把各自要的可以推让的 或者我的理念哪一项是我会坚持的 这些东西把它摊开来谈的话 然后由两斤的主帅 侯朱还有柯文哲就上场 我们就把这事情谈好 因为他的事已经是非常的急迫了 各位都很清楚 我们10月底之前没有完成的话 11月就要登记了 你那时候如果要去再做一些宣导 对很多本来挺科 非科不投的或非活不投的 他没办法一个时间去适应 去调整的话 那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打败赖清德 这就是现在台湾目前的处境 那所有人都知道 不合一定输 那合了要怎么合 其实就是大家以老百姓为一归 民意希望你什么 然后我们用这个来做推动 才有合作成功的希望 柯文哲昨天说要推内阁制 目标要让中华民国产生第一位总理 他洋洋洒洒讲了一堆政治理念 但后要派人去谈合作 柯文哲却只愿意讲民调 问题是柯文哲还没有抛出比民调之前 不是说蓝白要先谈理念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是要先谈民调 没有确定民调就没有必要见面了吗 倒据柯文哲过去说的 只讲民调这算是哪门子的合作呢 大清文员怎么看 我想大家之所以会有这个误会的原因 是因为我认为柯正营的发言人 陈志然回答的太过于笼统 就是他没有认真的 这个仔细的把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他提到了这个民调 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新闻 其实柯文哲正营也派了代表 跟国民党协商了 他们也指定了两位代表 他们指定的是他们竞选团队的操盘手 黄珊珊跟他们的进办主任 一起来跟国民党来进行协商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问题是 我看到目前为止似乎民众党的柯文哲 并没有打算要拖延这件事 那么大家都期待 他们这双方的代表能够坐下来 把该谈的问题谈清楚 那在过去这段期间就如同董哥讲的 很多的热心人士提出来了各式各样的建议 跟各式各样的条件 所以现在大家就说 你看民众党在拿民调作为唯一的条件 那么如果没有民调 大家就不要谈 但是事实上国民党在过去这段时间 咱们国民党给的条件也不少 我们国民党的条件是我们一定要当政的 我们才谈 到底是哪一个人的门槛比较苛刻一点 说实话虽然我是国民党的 但是很多国民党的热心的大佬们 提出来的门槛恐怕太苛刻了 就是如果今天国民党仍然要坚持说 我们一定要当政的 我们才去跟人家谈 那么今天金浦冲和黄建廷就不是去协商的 他们是去劝详的 就想办法把劝详了这个柯文哲 让柯文哲举白旗投降 然后国民党就当政的 然后我们就把民众党收进来了 那么因此我觉得其实 刚刚董哥讲的很有道理 国民党的这些热心大佬们 也拜托可以闭嘴了 就这个时候不要去提这么多意见 这不干你的事情 如果你有这么多意见 你就自己下去选 你自己又不选 然后这个时候要提一大堆有的没的意见 让整个的协商都还没有开始谈 就变得这么困难了 如果今天大家都愿意放弃立场 没有任何预设立场 通通都可以坐下来谈 那么蓝绿和极有可能可以成型 可是如果一开始还没谈 大家就有这么多立场了 那么其实蓝绿和就很困难 蓝白和 蓝白和就很困难了 我帮大家算一笔账 就很多国民党的政治人或支持者 这个常常会反映说 我们跟这个柯文哲蓝白和 国民党吃大亏了 我们有15席县市长 我们有一大堆立委 他们凭什么来跟我们 这个平起平坐的来谈整合 他们就是一个小党而已 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大家现在看一下政党支持度 民众党不算小党 一个党的大小不是在于这个党有多少县市长 跟多少立委 多少民意代表 一个党的大小是看他有多少民意支持度 民众党的支持度跟国民党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两个党本来就应该平起平坐 没有任何预设立场来谈 那或者是我们再退一万步想 我们用最自私的国民党的角度来盘算一下 我们推动蓝白和到底国民党亏了什么 蓝白和之后用民调来决定胜负 现在看起来是社会大众共同的期待 很多人讲说民调不准 民调会灌水 那民调会灌水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为什么都要用民调呢 那上一次国民党的总统大选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也是靠民调分出胜负的 那如果民调会灌水 那上一次这个就不要用民调决定是韩国瑜了吧 所以过去我们都是用民调 这个关键时刻忽然要告诉我们说 民调会灌水 民调不准 那到底什么准呢 那么我们国民党又一直告诉我们的支持者说 侯友宜是最高的 我们侯友宜已经逆势爬升了 侯友宜已经超车柯文哲了 那既然是如此 柯文哲坚持民调 不是送给我们一个大礼吗 我们既然已经超越他了 现在随时做民调 我们都赢了 那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我不理解 就很多人一直不断地在宣传 说侯友宜已经领先柯文哲了 可是在面对做民调的时候 又三推四推 想出各式各样的理由 说民调不准 民调会灌水 民调不能做唯一的依据 那我就不了解了 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依据呢 那以国民党的角度来讲 国民党如果今天用民调 如果我们赢了 那么我们皆大欢喜 我们当政的 我们跟柯文哲整合了 然后整合之后 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整合 可以得到很大的助力 就国民党除了传统的来营支持者之外 还有柯文哲阵营的 所谓的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的支持 国民党很容易的 就会变成国会最大党了 那么大家不要忘了 柯文哲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多数党组阁 所以国民党成为国会最大党 国民党连行政院院长也拿了 所以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我们最好的情境是什么 就是国民党当总统 国民党是国会最大党 国民党还拿了 所有的这个行政权 因为行政院长是我们国民党的 那第二个情境好了 如果不信我们国民党输了 那就让柯文哲去当政的 国民党当副的 国民党推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大家不要忘了 尽管如此 民众党现在在全国各地 没有提出多少立委候选人 这个汉庭自己在选最清楚了 那国民党难道不能大家谈一谈吗 只要是整合了 国民党的立委 还是可以很轻易的胜选 国民党可以成为国会最大党 柯文哲这两天不断地在强调 内阁政治 他不断地强调多数党组阁 这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谁是最大党 谁就当行政院院长 所以大家盘算一下 我们如果民调输了 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总统 可是我们赚了副总统 我们赚了行政院院长 我们还赚了国会最大党 可是如果今天蓝白不合 我们什么都没有 国民党没有总统 没有副总统 没有行政院院长 我们更不可能有国会最大党 因为蓝白不合之后 所谓白银的年轻世代 跟中间选民 不见得会投给 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可能会投给 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立委 要能够在今年的选举 能够大获全胜就有困难了 我刚才算了这笔账 总清楚了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难道我们还 这个决策者 难道还看不清楚 我们究竟应该去走哪一条路吗 韩国瑜昨天也在脸书曝光了 他和柯文哲的合照 他说用小我来凝聚大我 统哭不是一个人 人人都是统哭 要把改变的力量给团结起来 不过柯文哲他没有正面回应 他只说韩国瑜还是风趣见谈 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侯科没有整合 就是保送赖清德 不是说不能够比民调 可是柯文哲死守 一定要比民调的底线 好像如果不比民调 那沟通的门也要关起来 那他难道不知道 整合不只是个人 而是国家社会的期待吗 韩婷你们看 蓝白河到目前为止 是有进度 是有进展的 那这是一件好的消息 原因呢 大概第一个时间也不等人 毕竟11月多就要登记了 第二个呢 是郭台铭正式取得了 联署的一个资格 可以去登记参选 所以这大概也给 蓝白施加了一些压力 那么今天下午的最新进度 我们知道 国民党先前指派 要有金普聪 然后黄建廷 未来呢就有两人 来做全权的协商谈判 那柯文哲方面 今天下午也指派了 未来就有黄珊珊跟周渔休 所以四个人 未来就会组成沟通小组 那么民众党到今天 最新的要求 是希望能够先举办 三场的政见辩论 或者是演讲会 然后再举办民调 另外两个小要求 第一个是希望 所有接触过程要公开透明 第二希望十月底之前 能够办好 那么因为先前 国民党的对外回应 也是说民调 不是唯一的参考途径 所以民众党 现在多抛出一个 好那就民调之前 再举办证件发表 再举办辩论会 似乎也能够 满足国民党的需求 那就看了 那到底在民调之前 是不是要举办什么 或者是最终的 所谓的比赛机制 民调是不是占 某种程度的百分比 那比如说 我随意举例 是不是在加上 比如网络声量 或者比如 是不是在加上 你们证件发表会的 一些评价 或者比如 是不是在加上 各自演讲当中 在网络上的观看次数 等等 或者各自举办 打击民进党的政见发表会 不过这些讲起来 好像对侯友宜 貌似比较吃亏 貌似比较吃亏 所以这就是说 双方如果未来 真正在进入到 这个谈判的时候 那到底具体是如何协商 但因为协商的过程 依照民众党的要求 是希望公开的 那国民党也不太好拒绝 假设民众党说 我们来比网络声量 这个当然了 大家都觉得 对柯文哲比较有利 那大家就要去衡量说 那到底媒体会 观感上怎么看 你如果拒绝 或者是接受 到底后续会有什么效应 所以实际上的好处 就我们前面讲的 金普通 黄建廷 黄生 跟周玉修 就是黄金周 黄金周这四个人 只有他们四个人说了算 所以未来各种的媒体 什么幕后 报道 党内大佬 高层人士 据了解 据透露 那些都是放话消息 可以为双方真正建立一个 沟通的机制 其他的 那都是假的 但真正困难的是 假设未来真的合了 你要如何说服原本的支持者 国民党如果输了 他变成侯友宜是负的 你如何说服本来蓝的支持者 柯文哲你要投得下去啊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深蓝不喜欢柯文哲啊 那我们要告诉他你要投得下去 同样的白的怎么去告诉大家 柯文哲当负了 你还是要投得下去 侯友宜也不坏 所以就建立在先前 那侯跟柯本人 幸好没有直接的恶劣对决 幸好过去侯柯本人 双人没有恶言相向 蓝白之间没有互打 才有机会导致未来双方的支持者 进行整合 至少票还能够投得下去 而接下来还有一个困难 那未来一旦整合成功 假设某某配 那么当民进党挑一个人打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肯定是要帮忙护航啊 那这个过程 比如民进党会不会去挑 以前柯文哲好像也有说过 这个侯友宜的一些 一些奚落啊 那以前谁谁谁有说过对方的坏话啊 这些才是下一个阶段 一旦整合成功 但面对民进党的攻击 又要如何回击 这就是后续的事情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就是这个时候 再一个阶段 其实就是这里一旦原子被权于 exemplo 更好了 对方ana 会有点最大的个elf 跟危 abusive reduced же